修罗武神 第五千八百八十八章 邀请合作 作者 善良的蜜蜂 我这关 你过了 三圣星宇目视前方 一脸平静 说话的时候 嘴角还挂着残留的血迹 可正因面无表情 那抹仙红的血迹 则显得有些滑稽 于是 楚风手指一捏 便以结界之力 凝聚出一条手帕 递给了三圣星宇 不好意思 我刚刚会错意了 这才直接出手 下手中了点 别在意 楚风略带歉意 三圣星宇才反应过来 接过手帕 直接将嘴角的血迹擦拭 无需道歉 也能理解 此事 乃三圣秋天之错 三圣星宇说话的时候 依旧没有情感 不知他是强装镇定 还是真就性格如此 但却也不像之前那般 带有怨念 他在弄清楚事情始末后 似乎真的也不怪罪 楚风对他痛下狠手 不知是自觉理亏 还是真心觉得这三圣星宇 很实大体 楚风对他的印象 倒是颇为不错 算是除了圣老之外 目前印象最好的一个 三圣星宇带路下 很快来到了一座高塔 此塔高万米 但实际上只有一层 整座塔由特殊材料打造 维持着一座大阵 紫灵在里边 三圣星宇手握令台 捏动法掘 塔门开启 楚风直接踏入其中 进入里面 豁然开朗 塔外只能看出 此塔蕴藏非凡阵法 但进入塔内 方可看出此阵真容 疗伤大阵 蕴藏极强阵法之力 此塔之所以这个形态构造 完全是为了发挥出 这疗伤之力的效果 阵法盘旋于此塔整体 但阵眼汇集于塔顶 眼下 阵眼内光芒射出一道 落在塔底中心 而紫灵 就盘坐在这里 享受着治疗之力的沐浴 紫灵聊 伤认真 都未察觉到楚风来到 正因不知楚风来到 紫灵此时毫无保留的疗伤 毕竟 若想疗伤 须先将伤口完全暴露 紫灵的伤是内伤 但因为他毫无保留 所以楚风才能看得出来 紫灵之前是隐藏了的 他的伤一直在 并且一直挺严重的 严重的让楚风心痛 楚风在此默默等候 足足十个时辰之后 那阵法之力才停止 紫灵也才睁开眼眸 楚风哥哥 看到楚风 紫灵顿时瞳孔一缩 就像是受到了惊吓的小孩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先前对楚风隐瞒了伤情 现在被楚风发现真相 自然有些恐慌 楚风自然没有丝毫责怪 而是手掌摊开 顿时一道疗伤阵法释放而出 落在了紫灵身上 楚风哥哥 你 紫灵心中一暖 却又有着说不出的情绪 先别说话 全心接纳此阵 楚风说道 这阵法 是楚风专门为紫灵布置的 效果不如磁塔的阵法效果 但却能够在阵法效果停止之后 帮助紫灵稳固伤势 虽是辅助效果 但却也能让紫灵的伤势 稳固得更好一些 这也是目前楚风 唯一能为紫灵做的事了 在紫灵配合下 楚风这阵法 只用片刻便完美融入紫灵体内 抱歉楚风哥哥 是不是又害你担心了 紫灵抬头问 怎么可能不担心 但你的伤势如此严重 下次可不许瞒我了 楚风说道 我怕不瞒着你 你不让我跟着你 其实 真的没有答案 我也不知为何 突然就发作了 紫灵道 你这伤移损根基 任何情况都可能导致复发 也许先前太过担心我 所以才会这般 楚风分析道 有可能 楚风哥哥 所以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紫灵问 随后经过交谈 楚风才得知 紫灵原本在结界门外等着楚风 忽然一股传颂之力将他束缚 他被传颂之力束缚了有一会的时间 那强大的传颂之力 让他越发担心楚风 也是那个时候伤势发作的 当传颂之力消失时 他已来到这塔外 见到了三圣星雨 三圣星雨并未过多解释 只说塔内阵法 对紫灵伤势有帮助 于是便让紫灵入塔疗伤 至于其他的事情 紫灵还全然不知 于是 楚风也不隐瞒 将他的经历 以及他 对于此地的了解 全都告知了紫灵 原来这里 竟与师尊有着渊源 所以 他们也是想与楚风哥哥 你合作吗 紫灵问 他们现在 都属于被邀请到了城内 紫灵觉得三圣妖族 很可能也是有求于楚风 应该是吧 出去便知道了 楚风的想法 其实与紫灵相差不多 楚风说话间 便带着紫灵走了出去 只是当他们二人走出来的时候 三圣星雨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乃是一位中年男子 一脸严肃 副手而立 三圣妖族组长 楚风问 见过我 三圣妖族组长 原本一脸严肃 听到楚风 直接说出他的身份 顿时面露诧异 见过你儿子 三圣秋天 楚风道 哦 原来见过我儿子了 楚宣源的儿子是不一样 蛮聪明的嘛 三圣妖族组长笑了笑 而组长大人 有何指教 不妨直说 楚风道 好 爽快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你父亲的事情 想必圣老也与你说过了 他曾为我三圣妖族做出贡献 但却也犯下大错 功过相抵 还是过错更大 所以你父亲如今 在我三圣妖族没啥地位 算是仇人 但你父亲的过错 我不会算在你的身上 我想你来之前 不知道你父亲与我三圣妖族之事 你有你自己的目的 说白了 你应该也是 想在我们这里捞些好处 说来也巧 现在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只是我需要 向你说明情况 我三圣妖族身处 有着一座神山 神山内 连接着诸多阵法 也藏着关于我三圣妖族的一些秘密 可以说每个阵法 都对比着一定的机缘 对我三圣妖族有好处 对于你们外人也有好处 而恰恰一些阵法 是我三圣妖族族人无法破解的 需要你们外族之人来破 你父亲当年 破解了不少阵法 但是也有一些阵法 是他所无法破解的 比如神山深处的结界阵法 我看你小子 结界造诣不错 虽然目前修为尚浅 但勉强可以让你试试 只是 就算本族长与你同行 可神山深处的一些事情 却也是本族长无法控制的 你是明白人 应该知道 我指的是什么 所以 要不要去 你自己决定 当然了 关于好处 我也可以明确告诉你 我神山深处的力量 非同一般 只要你真有这个本事 这位姑娘的伤势 也未必不能治愈 三圣妖族组长说道 本章完 对不起 听从人时 也未必应该在 我说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或者是 回家 没空 瓶